看这条资讯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目前呢 根据一项调查就发现呢 人们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机的现象还是十分的普遍 其实这对交通安全的就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我们来看这方面新闻 调查发现 新西兰每40名司机中就有一个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政府敦促司机放下他们的手机 运输部副部长迈克尔 乌特号斯说 开车使用手机的违规司机中有一半是打电话 还有一半是发短信 运输部一共调查了2900辆行驶中的车辆 乌特号斯表示 这一调查结果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开车时使用手机可能造成严重的车祸 这样的案例最近发生的太多了 三年前 政府明令禁止驾驶时使用手机 司机一旦被抓住 将会被罚款80元并扣20分 乌特号斯说 这可能只是被视为轻微罪行 但对一些人来说 它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 这项调查是6月份在全国各地的52个地点进行的 调查还发现 当车辆排队前行时 使用手机的司机数量增至每20个中有一个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发短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